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高雄三个地方我们有成立一个产业服务hub 那在这六年当中呢 我们也逐步去建立起针对不同产业面向 我们提供不同的一个产业机制服务 我们大概把它精炼成三个面向 第一个是国产IC 我们运用国产IC提供一些AIoT的开发工版 来协助一些概念性的一个实证 或是一些雏形阶段的一些功能验证 那进一步呢我们也针对AIoT的一些产品 它们无论在所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开发阶段 我们针对它的一个现况去进行一个诊断 并且去对接最关键的支援来加速它商品化 那第三个面向呢 我们服务了这么多AIoT解决方案 那也期待它们有机会可以快速进入市场 那因此我们也从产业的一些优化转型需求出发 我们对接产业来促进 运用这些AIoT解决方案来进行协助产业升级去进行转型 那在这每一个机制的背后 其实我们的基础呢 也是运用一些系统性的方法来设计这样的一个服务机制 那支社会在整体过程中就站在一个产业第三方的一个角色 来服务不同面向的一个用户 像我们的用户就包含了有政府 有ICT的制服产业 那甚至是各行各业 那甚至还有我们直接落实到 终端服务每一位每一个人 那这样的一个服务机制呢 我们大概简单会分为 我们说四D 那哪四个D呢 我们第一个D是Define 我们从最前端去协助我们的用户 去掌握他们的需求 我们去研究他们的需求在哪里 同时协助他们进行一些未来服务模式 商业模式的一个设计 那确认需求之后 我们进入到我们第二个D 也就是Design Design的话我们就是会进行一些解决方案的供需对接 来协助他们去做一些未来数位化转型情境的一个设计 那再来进入到一些实作以及部署的阶段呢 我们也会透过一些系统性敏捷式的工具 来确保一些我们要Deliver的一些成果是 品质是符合所期待的一些 以及它所生产的一个效率 那最后我们也运用一些国内外场域的一些资源 来促进这些创新服务的一个扩散 那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 4D转型的机制下面呢 我们将物联网制造基地 生成慢慢累积成一些对产业服务的一些服务资产 以及技术资产 那这边可以看到说 刚刚提到北中南三处有三处制造基地hub 那我们每一个hub在区域性分工 那同时在每个hub里面呢 我们都配有各管师的一个服务团队 真人服务 他们会走访产业的每一个角落 把具备创意具备潜力的一些 AIoT解决方案挖掘出来 那进一步我们会去 把他们去进行一些现况的诊断 以及未来可以可能做技术整合的一些 技术规格的拟定 那这一段呢 我们也结合了产业端的一些专业资源 我们也筹组了 刚刚提到 我们筹组了200多家制造服务团 那在这个服务团里面呢 其实它跨及很多面向 包括软体啊硬体啊系统整合 那甚至设计层面 机构外形 那甚至到产制部分 所有的在国内所有的 可以服务这些AIoT 产品开发的业者 都在这个平台上面 提供专业性的一个技术服务 那同时呢 我们也运用国产IC 去生产一些可以协助AIoT 开发的一些工具 来对接产业 那针对这样的国产IC 开发公版 物理网资料基地 我们从屋到有 其实在这六年当中逐步累积 在截至今年 我们大概也 累积了十款国产IC开发公版 那其实罗列如简报所示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从2018年的 简单的Wi-Fi方案 然后MPIoT方案 来进一步 进一步发展 到一些多元性整合感测器的 一些开发公版 那甚至有AI AI元素的加入等等 那一路走到2023 那其实呢 我们也放眼2024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2024的一些新的方案 也正在酝酿当中 那今天在罗列出这边 这十几款的一个国产IC 开发公版呢 也都在我们年会的现场 去进行展示 那也大家 欢迎大家今天可以透过 我们年会的一些交流时间 我们可以走到外面去看看 我们的展示橱窗 就可以认识到说 我们开发公版的一个样态 那同时今天在我们的会谈的一些议程内容上面呢 也可以听到我们在过去以及在2024年的一些新方案的一个介绍 好 那在针对产品面向呢 我们要如何 我们用什么样的策略 协助他们加速到商品化 那这一段呢 我们把它称为 我们会筹组一个AIoT产品联盟 那这样的产品联盟的组成呢 是整合了三方 包括需求端 方案端 应用端 那需求端呢 其实也就是说 它是有具备产业级AIoT 需求 转型需求 或是你正在做AIoT产品开发的 产品开发公司 那我们定义为你为需求端 那再来进一步对接到 可以提供这些AIoT技术解决方案的 专业的服务厂商 那另外进一步呢 我们对接到应用端 也就是从我们企业场域主出发 他们开放场域 提出未来转型的一些需求 开放这些AIoT 优化后的AIoT 进入到他们场域去做实证 那也就是快速的去 对接需求方案应用 那我们分阶段去进行 产品优化以及 以及服务验证的一个部分 也同时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六年多当中呢 其实也累积了500多件 平均每年制造基地会服务 大约100多件的一个需求 申请 那另外其实 逐步我们也推进了 150多件的一些创新产品 已经迈向商品化 那这边举几个例子 其实在 我们在推向商品化的过程中 国产IC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边可以看到 举几个我们国产IC 导入产品期开发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 这道基地从推行到现在 我们从第一年可能才一件两件 第二年逐步到 可以推升到10% 20% 那到2023年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 在我们福岛的导入率呢 已经达到了65% 那这边呢可以看到说 以今年提出几个案例 来为大家去做一些分享 这边看到简报部分 左侧的部分 像我们这边是采用瑞誉的一些 核心的开发方案 核心的模组 WiFi啊 或是一些Smart AI Cam 那就协助团队去 针对去进行一些 附件辅具的一些开发 也就是一项智能棋盘 那另外呢像下面 左下角的话 它是一个运用Smart 影像辨识 来协助一些中药行 去进行很难以辨认的 中药材的一个判断 那另外呢 其实在我们的简报的 右手边 其实看到这边都是用 我们联发科的核心晶片 去进行开发的 那上方的那一个 是一个NB IoT的方案 其实如果每年 对物联网资料基地 不陌生的产业伙伴们 其实应该可以 每年都可以看到说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 NB IoT解决方案呢 我们协助了不少 传统装置产业呢 它们就可以进行 圆端服务 那这边的案例 是看到一个法典籍 那其实陆陆续续 还有包括像空压机啊 或是水氧机等等 这些传统设备 它过去都需要靠人为 去做定期 违运的一个工作 现在都可以透过一个 简单的IoT装置 去做外挂 然后来解决它 改善它的一个 服务流程的一个自动化 那另外我们在右下角 也可以看到 这个是采用我们联发科 Philogic 130的一个方案 那目前也正在进行当中 这样简单的一个 语音声控的一个智慧插座 就可以协助一些独居老人 长者去进行一些 精准性的一些关怀 那像这边看到我们的 几个案例呢 今天也都可以在我们 年会的现场 也在我们的天喜厅 我们都有实际展出 也欢迎大家可以 在我们今天的会场的过程当中 可以去走走实际去做一个体验 那再来呢 其实像国产SC 除了产品开发之外呢 我们也 国产SC这些公版 其实也是可以成为 课程辅助的一些教具 那其实在资料基地 逐步推动在台湾的大专院校 也导入到他们的一些学期课程 或是一些专题 实作专题里面 也累积了30多间的一个大专院校 目前也都正在使用 那同时我们也集结许多社群 社群伙伴 社群大神们 他们也运用这样的国产SC 开发公版来实践他们的创意 那累积了 将近100多件的一个开源案例 那这些案例呢 我们也都放在 物联网资料基地的一个网站上面 公开让大家参考 让下载Sample Code 让你也可以照着大神们 他们这样的做方式 来进行 来照着做一遍 让大家越来越可以熟悉 国产SC开发公版的一些特性 那今天像这些 这些案例呢 我们也在我们今天的一个 下午的一个场次 在我们的社群制造说 社群制造说 我们也邀请到我们很多社群大神 来问我们实际去做分享 那包括我们的益师傅 还有我们宅宅大树位等等 那也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 也可以到我们社群制造说 去走走去看看 另外呢我们在产业协助 运用AIoT协助产业去做一些 所谓转型的验证的部分 其实累积至今 我们也接轨了17处 全台北中南的一个企业场域 那同时我们在近年度呢 也有提到说 我们进一步跟米胜之一城 以及在一个台南的板金电机 传统工厂有一些深入性的合作 那这边可以看到说 其实制造基地 今年在桃园闽生之一城 已经合作打造了一个叫做 智慧书眠体验馆 那这样的体验馆呢 其实我们不再只是 我们将五项不同跨品牌 跨平台的一些AIoT产品 把它整合起来 让它形成一个有主题性的 产业服务系统 那这样的服务系统呢 其实以智慧书眠体验馆来说呢 大家可以看到说 如果你要体验 现在走到米胜之一城 那我们可以下载米胜之一城的APP 然后直接去进行预约 那预约完成之后 你会得到一个QR Code 那你就可以运用这个QR Code 然后去进到书眠体验馆里面 然后并且在我们的智取柜 取得你所需要的一些耗材 然后坐上按摩椅垫 然后吸清气 然后开始去体验整体 40分钟的一个书眠体验 那如果你同时也配戴著 米胜的一个智慧手表 那整体40分钟的一个 书眠体验的生理资讯 也都会在这样的一个手表的平台上面 去做帮你记录 帮你去做一个回顾 帮你去做一个分析 那其实目前这样的书眠体验 已经正式在米胜之一城 已经开放免费体验 所以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 可以到米胜之一城走走 那就下载我们的APP 然后去做预约 那另外一个产业的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跟在鼎城企业 它是一个在台南的很传统的 一个中小型版晶电机场 那其实所有的一些作业 都是靠老师傅的人为 那我们在这今年的期间 其实也协助他们去简单导入 一些关键性的AILT解决方案 那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透过一个智慧贴纸 Smart Tech 它贴在他们的传统设备的机台上面 就可以协助诊断说 这个机台是不是有 可能有故障的风险 那另外呢 同时因为他们 板晶电机场有一个很 很重要的部分是切模 那切模以前过去都是人为 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智慧切模机 我们自动化 同时它切模机的精准度 也可以很 被系统去很精准去定义出来 那也提升了它的相关的一些 生产制品质 那另外也搭配着一个 国产IC运用的物联网机上 和整体串接 为这样的一个中小型工厂呢 去建立一个厂房 中小型厂房的迷你站形式 他们就可以把关他们的产制品质 快速去监控他们整个厂房的 环境数据以及一些机台状况 甚至到他们的一个生产数量 那其实这边介绍两个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型产业及服务系统 其实也都很 未来我们都是很欢迎 如果您觉得您的产品 也很适合导入到 智慧书眠体验馆 那我们其实也都是很欢迎 逐步继续把它 继续把它串接出来 未来这样的一个书眠体验 是越来越丰富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您的服务呢 是针对传统产业的部分 其实也是都可以 我们大家去对接 把这些串接的一些标准定义出来 未来大家就会形成一个 台湾MIT的一个生态系 好 那最后呢 其实也想跟大家 透过今天的机会 跟大家说说 我们物联网制造基地的下一步 是什么 那其实在明年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启动了 物联网制造基地的期待 未来不仅只是推出 国产IC的开发工版 而是我们将会 希望为产业打造一个 国产IC的完全模组 那这样的完全模组呢 其实希望就是 从这颗模组 完全从内到外 除了国产IC之外 它也是 都是Made in Taiwan的核心模组 那这样的模组呢 我们也即将 就会针对几个主要的国家 去申请它的 无限安规认证 那这样的一个布局之后 其实也会造译到说 如果您的产品 未来可以用到 这样的模组之后 其实你的产品导入的部分 其实未来是可以 无需重新认证的 那这一部分也是 制造会物联网制造基地 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制造基地在 在过去几年当中 我们服务了台湾的国内 那其实也累积了不少 国内的制造资源 跟很有潜力发展的 ALT创新服务 那我们也希望带着大家 台湾的最宝贵的一些资产 走出海外 那其实呢 所以 其实在这一两年当中 大家可以 漸漸的看到 制造基地呢 会露出在一些国际科技类的平台 那甚至呢 也会出没在一些 国际的关键展会 那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样的一个渠道 可以去挖掘一些海外的制造需求 来台湾 那另外呢 我们也会走出 带着大家走到 国际上面 我们会将 刚刚比如说 我们介绍ALT的一些服务系统 对接到国际的 国际的场域里面去落地 那另外在 国产IC的开发工版呢 除了在国内的一些大专业 小课程的一些导入之外呢 我们也目前也对接了 海外的一些教旨体系 那也希望 未来国产IC的开发工版 国产IC的模组 国产IC的一些晶片 是不只在国内使用 而是在海外的声量 也是越来越高 好 以上其实就是很简单 很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物联网制造基地 这2023年的故事 那也很期待说 台湾IC制造年会 也希望我们每年 可以继续办下去 那也很希望今天 大家可以在这个会场 大家可以交流得很愉快 收获满满 谢谢 有 comple Quaz 然后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